大家好,我是Heidi 今天這條影片是因為我現在還有半小時左右出門 所以趁這個機會,掌握這個空檔時間的話 就跟大家聊聊 順便想跟大家拍這個新系列 我隨便幫她改了一個很熟悉的名字 就叫做 買了什麼?大小啦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為了拍片 其實都會買很多不同的化妝品回來試用 有時候好用的就會在每月最愛 或者有時候在片中滲滲滲滲的跟大家說 但是很一大堆的東西 是覺得沒什麼特別 又未去到真的很好用 覺得普普通通的一些化妝品或者護膚品 買了回來就其實從來沒有跟大家說過 就默默地在我的貴桶、化妝桌、化妝袋裡面 就度過了她的餘生 我就覺得有點沒有了她原本的價值 雖然我自己本身不是一個很厲害的社交媒體的人 Facebook那方面不要再把它沉下去了 對不起我那119位的like了我Facebook的人 所以我就想把我的Facebook重新振作 用什麼方法呢?就是這條影片 希望你們看完這條影片的時候 會幫我like一下我的Facebook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就是想把一些我平時買下的東西 可能每兩三個月或者一段時間 和大家說說我買了什麼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個很詳細的review的話 就在這些影片下面留言 就跟我說你哪個item我想看得更加詳細 想做一些試飾或者一些我比較詳盡的用後感 那為什麼覺得她還未至於好用到放在最愛 為什麼又覺得她不好用 那究竟有什麼優點缺點適合什麼人用呢? 我就可以在Facebook那裡開一個post 因為始終一個星期只有兩條影片 我是說不完我自己經常想說的事情 不要經常等我的影片 一等我的影片我拍得來 然後又要等我剪 可能已經是兩個星期之後 不要說你啊 我自己都覺得已經太久了 如果想快一點的話 就可以在Facebook這個媒體那裡 和大家去做這個互動的 那好啦 我現在就開始說一下我今年 買了一些什麼新的化妝品和大家分享 那第一件事就是想說底妝先的 就是會是Excel的這支粉底 那這一支其實也很多人去推過的 那我自己就覺得它一般般而已 那其實我現在用了 比我本身的膚色是白很多 但它已經是最深色的了 那又不算貴的 一百六十九元左右 然後之後之前有條flop片 都看到我買的了 就是YSL的這個黑心唇膏 我買的色號是三號色 然後呢 就到三支Loreal的小幹筆了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失心瘋地一次過買三支 我覺得它們真的不便宜的 一百二十五元一支唇彩 在開架來說我覺得算貴的了 我自己本身是預算了八十至九十元左右 還是現在開架已經做不到這個架呢 那我買的顏色是124 121和116 然後呢 就會到遮瑕膏了 那這個其實也很出名 那就是韓國牌子的Tip Concealer 是我經過旺角的時候 然後呢 就看到減價九十元有兩支 其實原價也不貴的 都是五十元一支而已 有viewr是問過我 有沒有些makeup base開架 然後又很好用的了 嗯... 我自己就特地為了這個問題 就去了cosme store 買了這一支的makeup base 那它的樣子呢 就真的很漂亮 價錢也不錯的 一百二十元 但是我就勸大家還是不要買它了 接著就是mina 其實那一天我真的因為我老闆叫我去旺角做些事 那我就突然叮一聲 記得那段時間 不停在facebook那裡 看到有人說mina的505號色唇膏 那我就那天特地衝過去看 想都沒想就買了 那時候除了一支唇膏之外 它就是有一個set妝呢 就會有這個定妝噴霧 一支眼線和唇膏 那價錢是288元 接著之後就到他們的胭脂了 那妝片大家應該都看到的了 那胭脂是我超喜歡 超持久 接著就到兩支唇膏 跟有些人留言說的一樣 是真的很醜 你說如果是114號這一支的lip gloss 我是接受到 因為它的顏色是很漂亮 但是特地為了這個505號色霧面唇膏去買的話 我想說這支唇膏我不明白為什麼這麼紅 因為它真的很乾 買滿500元 它就再送了一支唇膏給我 那這一支的顏色 它也是很臭的 116號色來的 那就是這一種的紅色 好了 那化妝品也不是買了很多 比較多唇膏 那就到護膚品了 那我就買了一支是3PLUS的 Toner和Moisturizer的一個套妝 那就用來放在男朋友家裡用 還有想試一下它在敏感肌上用 是不是真的不會起敏感 接著就到三塊面膜了 那都是賴過跟大家說一下我買了哪三塊面膜的 IG story就問了大家買哪一支面膜 好啊 最後我兩款都買了回來的 那還有呢 就買了最近都蠻熱的這支面膜了 這三支面膜我有什麼評價呢 接下來下兩個星期左右 我應該就會拍一條影片是專講面膜的 就會說我這個時期最近用過的十本面膜 有些是台灣之前買回來的 有些可能是香港有得買 這樣就會詳細一點點說的 這支影片就不特別說了 只是想跟大家說一下我最近買了什麼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又會留言 告訴我想看哪些詳細的review 我又可以在Facebook上更新大家的話 那我遲些可能每兩三個月都會拍一次 買了什麼大沙欄系列 和大家分享一下 對啦 希望你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bye Latin 我們下條影片到達到 Hari Ao Hari Ao Facebook review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